其实今年我们马鞍岛的销量 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香港的一些客户 那么有很多是想要以后自住的 有一些想要投资的 那么尤其是一些自住的 他们了解到我们马鞍岛以后有码头 那么它这种是深圳人的硬性甘需 对吧 比如说我买在马鞍岛某个楼盘 那我是可以在一个小时左右 可以跟中山跟香港两地通勤的一个地方 香港人他们对我们马鞍岛本来是不认识的 像我们昨天有个客户 他之前是有亲戚 推荐他去看市区的 旗船新城的 包括开发区的 那么后面无意间有一个销售 有一个楼盘的销售 跟他说你投资的话 你就看马鞍岛 如果是要自住的选我们这里 然后他一听 马鞍岛是哪里 然后他就再搜索一下 发现马鞍岛这里感觉还更可以 然后他就做了一次功课 然后就约到我们 带他过来考察这个区域 那么其实香港人他们的眼光 其实也是很可以 他们以后的生殖 包括他的居住环境 他们也会有自己那一套思维 包括他们也是见证过 从深圳 从一个荒芜人烟的地方 发展到很繁华的地方 像深圳前海这边 他说以前的南山 他们也去过 那时候是完全看不上的 所以他也是在我们马鞍岛看到我们南山 从荒芜到繁华的这个过程 所以尤其是现在马鞍岛从三万左右跌回了我们现在的这个一万八一万九两万的这个价格 他们会觉得我们这个价位从高的然后往下面跌跌了之后接近我们的这个土地跟这个砖修建设成本 所以他觉得这个降价的空间不大的情况下 那么他仿正是想买房 那他可能就是选择在未来可期的地方 他也不想要选到我们的这个市区东区时期这些地方 其实那些地方他们觉得也不便宜 但是那个地方已经是定局的那么他以后的变化并不大 所以他是这样的一个思维 所以我们挑了很多房很多个小区 那他最后就选择了我们这个招商的这个第五栋 那我们那时候是从11楼15楼21楼 那么他们看完之后 然后呢回去考虑了之后 过了两天又再回来 然后呢 带他老公再过来看的时候 他老公一上去 他说我要21楼 这一套 他说这个视野情况是我更喜欢的 那我比如说我11楼15楼 比这个21楼会更便宜 但是他们觉得我们这几年所享受的视野景观 包括这种时速度 他觉得是划得来的 那因为他的差价他未来卖的时候呢 也是有这个价值差价是存在的 所以呢 有很多人他是看单价买房 有一些人看价值买房 看自己喜欢的买房 而还有就是一个 他觉得他现在选到好的产品 也是可以卖到好的价格 甚至他说这样子的房子 他们不想卖 他们想要住 因为他们说 反正过过十几二十年 他们还是想要在大湾区里面去生活 因为现在的港车北上是非常方便的 所以我觉得现在的香港人 他们逐渐的会去认识到我们这个 地流一致会查阅地图观念呢 他们不再是停留在我们以前买商箱板符 神蛮这些便宜的地方 所以他们会往我们这个政策性的 包括我们中山举全市之力去发展方向的一个眼观去看待 他们觉得我们如果是买在市区 那么我们的空间以及未来的这个城市它是定局的 那么我们马鞍岛是未来可期 所以其实我选择把公司搬到马鞍岛来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因为我们的价值观 我们对大湾区的了解 对它的这个发展方向 以及中山的这个资源 财政以及我们的这个照商引资 都是往我们这个马鞍岛这边来输入的